女人结婚20年却生下了19个孩子 可前18个孩子不是胎死腹中 就是刚出生就夭折 医生看了都不由地感叹 孩子是非生不可吗 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名叫张青 今天是她第19次来到医院产子 可此时的她却与自己的丈夫张远 愁容满面 丝毫看不出一点老来得子的喜悦感 面对记者的提问 丈夫张远缓缓道出了这20年来的诅咒 25年前张远与张青经过红娘相识 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陷入到了爱河当中 而在他们成家之后 夫妻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 柴米油盐之间都透露着幸福 不久之后妻子张青为张远诞下了一名女婴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喜悦当中时 悲剧悄然降临在了这个不幸的家庭中 孩子的脸色逐渐开始变黄 起初夫妻两人以为是黄胆金像 所以并没有在意 认为只要过几天 黄胆金像就会自己消失 可谁知孩子突然浑身颤抖了几下 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夫妻二人悲痛交加 咱们也不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孩子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了 夫妻二人只能相互安慰 毕竟他们还年轻 后面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要孩子 没过多久 张青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这次夫妻二人小心翼翼 生怕会冲倒覆辙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悲剧依然缠绕在他们的身边 张青刚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孩子竟然流产了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们的内心产生了自我回忆 难道真是自己的身体不行吗 于是他们为了省钱和方便 只来到了当地的小诊所检查身体 而医生却说两人并没有任何问题 这番话让夫妻二人的心理压力减轻了不少 或许这两次意外是他们运气不好 随后他们又开始翘首期盼 第三个孩子的到来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可怕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这对夫妻曾生下18个孩子 可却无一人存活 就连医生也找不出原因 夫妻二人本以为前两个孩子要折 只是自己的运气不好 他们决定再生第三个孩子 可谁知这个孩子 跟老大的症状一模一样 刚出生没多久 身体就开始变得发黄 最终还是没挺过三天就要折了 速度是快 让他们夫妻二人措手不及 他们开始变得一神一鬼 一度怀疑老天诅咒着自己 可丈夫张远依然不肯放弃生孩子 他决定找点偏方给妻子张青 调了一下身体 而就在张青调理期间 他竟然再次怀孕了 难道张远真是生产队的驴吗 一颗也不让妻子休息会儿 考虑到妻子正在服药期间 他们只能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 第二年之后 妻子又生下了他们的第五个孩子 这次孩子刚出生 并没有任何症状 他们本以为这个孩子会平安无事 可事事无常 第五个孩子的身体 又出现了诡异的黄色 他们连忙将孩子送往医院检查 生怕会再次出现意外 可检查结果却让他们一头污水 大人的身体都很健康 小孩子看着只是一个 只是黄色 可夫妻二人害怕再次重蹈覆辙 坚持让孩子在医院 待一个星期看看情况 幸运的是 孩子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正常 这更加印证了夫妻心中的猜想 认为前四个孩子的腰折 只是运气不好 于是他们将孩子带回家里照顾 刚开始的时候 夫妻二人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生怕孩子会重蹈覆辙 孩子也非常活泼 整个家庭的氛围再次忽略了起来 有时候他们夫妻二人 还会带孩子出去游玩 一家三口的清福 似乎正在朝他们招手 可诅咒似乎依然不肯放过他们 孩子在七个月大的时候 身体上的黄色突然开始加重 精神不好也没有食欲 而夫妻二人在去往医院的途中时 第五个孩子再一次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刻他们感觉天都要塌了 怎么也不明白老天为何要这么对待自己 可他们还没有走出阴影 村里的流言开始无休止地刺痛他们的心 村里人说他们夫妻二人不吉利 称他们只能生出养不活的童娃娃 夫妻二人渐渐成为了村里最孤僻的人 而丈夫张远还将自己死去的五个孩子 埋在了不远处的树林里 后来这片树林就成为了人们传说中的恐怖森林 可又有谁能够理解一个父亲内心的悲痛呢 每当张远心情不好时 总会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看一看 似乎这些孩子并没有离开自己 然而悲剧依然在他们身上上演 妻子被丈夫当作生育机器 二十年来怀孕十九次 却死了十八个孩子 谁知妻子心里竟然对丈夫产生了愧疚心理 想要离婚来解放丈夫的痛苦 而丈夫则表示不愿意离婚 直到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为止 就这样夫妻二人苦苦地相互支撑 2014年妻子张青怀上了自己第十九个孩子 他们本以为这个孩子会重蹈覆辙 所以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 可就在此时朋友告诉他们 二十年过去了 现在医学很发达 你们可以去大医院产子 原来这对夫妻二十年来 从未去过大医院 而是一直在当地的小诊所产子 真是不把孩子当孩子呀 随后夫妻二人听从朋友的建议 来到了四川广原的大医院进行待产 可当护士看到他们愁容满面 还以为是高龄产子的压力太大 便安慰他们一定会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可谁知护士刚说完话 妻子张青的表情变得更加僵硬 没过多久 张青在医院带起了一名男婴 然而悲剧再一次重新上演 孩子深深的颜色同样开始变黄 可当医生得知这对夫妻的情况时 更是目瞪口呆 医生们当即对孩子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们终于发现了这对夫妻的秘密 孩子患的是新生儿溶血症 这种病是由于母亲和胎儿血型不合 导致婴儿出现免疫性溶血性疾病 常常表现为水肿 贫血 严重时还会出现重度黄胆 也就是所谓的小黄人 可母亲不解的是 自己明明专门查过自己与孩子的血型 结果显示是一样的 经过咽血之后 他们发现张青是RH阴性血 也就是所谓的穷猫血 正是因为血型不同 最终导致孩子患上了新生儿溶血症 而唯一能拯救孩子的方法就是换血手术 事不宜迟 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和娴熟的技术 将新鲜的血液缓缓地注入到这个幼小的生命体内 孩子成功活了下来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折磨20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相信在夫妻二人的呵护之下 他们一定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更加重视 或许这样的故事 更能让我们体会到 在农村地区 医学普及有多么重要